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是李文汉 今天我就不用戴着口罩 和你们说话 因为我这条片 是在家里拍摄 没有出外景的 我几天前就刚刚 打了第二剂疫苗 据称打了疫苗 身体抵抗力是比较差点的 你说我怕死 都是这样说的 这两个礼拜我就 留在家里养足精神 趁着这个时间 我要为大家做一个 不用出门 而都可以介绍的美食片 你猜到了 这一集我要介绍的就是 公仔面 没错 快熟面不算是一个 讲究的美食 不过它早已经成为 我们生活一部分 我敢说 你每个人 在家里的厨柜里面 都可以找到几包 其实快熟面 都已经成为我们 日常必需品 就和你们讲下我的经历 一直以来 我是叫她公仔面 因为 养大我的婆婆 是来自香港 香港人就情以为 公仔面 所以我就跟着婆婆 这样叫法 很奇怪 马来西亚 每个人都叫她 美伊面 无论是什么牌子 都是叫美伊面 可能 美伊面的广告 太深入我们的脑了 其实 简单面 就是我国第一个牌子 是由1969年零售的 公仔面 真是陪我走过很多日子 记得我出去外科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穷 我的零用钱是很少 几乎三餐都是吃公仔面 后来出来打工的时候 都是要靠她撑住的 我是属于一个洗脚不抹脚的人 到月底 还是要熬公仔面 到现在 虽然我不是很穷 但是都是吃她的 每次我熬夜做任务 或是追电视剧到三间半夜 都是煮一碗 当她烧饮食的 其实快熟面 是一个很重要和出色的发明 虽然人家说 她没有营养 对我们身体没有益 会吃到脱头发等等 但她算是一般平民的食量 尤其是在第三世界 中国的快熟面销量 是世界排第一 印尼排第二 而马来西亚排第三 不说你不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 一天都买上三百六十万包 你不要回错意 我不是说 只是窮人吃快熟面 很多人都很喜欢她的味道 天天吃就面了 来不来吃一次 都挺个人的 和你们说一下快熟面的来源 经过十年世界第二大战的失败 日本就很努力去重建他们的经济 在1958年 因为安藤白福 就用了他们自己的面粉 发明了你先鸡肉口味快熟面 她选择鸡肉口味 就因为无论你是什么宗教都可以吃得 到因此 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们日常的粮食 多得她 我们今天全球各地 快熟面 已经延伸到几千个口味 相信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口味 或是牌子 適合你吃的 我刚刚出去超市 拿了几种公仔面 有杯装 有包装 有便宜 有贵 我今天就要看哪个味道 比较适合你们吃的 我吃了公仔面 接近六十年 相信我的口味都不会太差 其实要吃到快熟面的味道 都是一个技巧 我知道你肯会说 反正都是吃味精 那又有什么秘诀呢 首先你就不要加那么多热水 不然汤底就会淡 如果你是一个食肉兽 好似我 我建议你就加些虾米 或是干鱼仔 很简单的 炸到它香脆 又可以放得很久 喜欢的话 都可以加两条菜 如果你想那些汤是香一点的 就加少少麻油 或是葱油 记得不要打粒蛋 因为会吸收汤的味 蛋 无论是煎或是烧 是要分开吃的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一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 先后 我要介绍你们吃 最棒的公仔面 吃到一边了 酒酒鸭味面 这个泰国牌子 真的消失了很久 幸好我今天也找回它 记得30年前 我一个同事介绍给我吃 我一点都看不上眼 因为它的包装 一点都不吸引 吃过这个酒酒 就爱上了它的鸭味道 其他公仔面是吃不到的 面是比一般爽口点的 汤又鲜甜 不觉得是吃味精 简单鸡味面 我不是和你们说 简单是我的第一个快熟年牌子 我第一次吃它 就觉得它好吃了 在1969年 你买一包都要15仙 那时候一碗有料的面 只是买两角 简单面的秘方到现在 都没有改变过 还是给一包调味料 但是味道就鲜甜了 面又爽口 加上料吃更棒 我不知为什么 这么多人喜欢吃麦芸面 我记得80年中 帮他们打这个鲍鱼米粉广告 还有赢广告奖 那时候就试过 名以所有口味 都不适合我吃 今天我就不顺扯 要试下它的Hot Cup 看有没有进步 可惜十年如一日 面还是没口感 汤的鲜甜味 很发酷 苗族海鲜汤面 我在新加坡做工 一般都是买苗族快熟面 因为它都可算是新加坡的牌子 虽然是你先的分行 苗族的口味 素来都很清淡的 不会特别突出 都算是挺可靠 今天我就试它的海鲜面 都不错 可以吃到它的血水菜 还有蟹组 这个海鲜面 可以给上你先的海鲜杯 Ibu me 白咖喱面 我以前也有帮它们摄影过广告 其实30年前 它们是叫Indo me 后来因为版权的问题 就改叫Ibu me 它们以前的Migo Ring口味 是最好卖的 今天我要试它们的白咖喱 它们的调味料 都给到很丰富的 拌了上来 都挺像奔城咖喱面的 我喜欢Ibu me 白咖喱面 正啊 Gin spicy ramen 这一轮潮流流用韩国产品 最受欢迎就是看韩剧 不过我对它们的美食都是一般 尤其是是姜姿 今天我试它的 ramen 因为别人说韩国快熟面是最有水平 因为贵啊 一眼看呢 那些调味料就不太吸引了 面又鬼死那么大包 色水还好 不过是没有味道的 只得个辣 出钱一丁鸡汤面 不说你不知 为什么香港人会叫快熟面为公仔面 60年前出钱一丁发行的时候 因为它的名字那么长 所以看到这个公仔就简单点叫它公仔面 其实这个牌子是最可靠的 我的外母是指定要吃这个牌子 它说的味精就没那么明显 面又爽口 鸡汤又鲜甜 我没有介绍错的 你先海鲜杯面 我第一次吃它就是在伦敦唐人街 90年代 我两个月在伦敦做任务 吃鬼捞餐吃到我害怕 不过又不舍得餐餐吃唐人街 幸好找到这个救星 以前我觉都没有得卖的 为什么它会那么特别呢 因为杯里头已经落满海鲜 不像以前的牌子 放热水就吃到你来来来来来 这个杯面是the best Me set up 韩式辣鸡面 看见它的名字和包装都挺吸引 所以就车鸡博拾试试它 再说这个口味是熟悉辣点的 应该对我的要求 我看见它们提供的调味料都挺丰富 可惜整个效果就令我失望了 它的味道可以说是没有味道 这个韩式辣鸡面 不如叫它没有味辣鸡面 更好 Shin Cup Noodle Soup 这个韩国杯面 都算是一个很流行的选择 这个Nan Shin牌子 是第一个入口韩国快熟面 所以很多人都对它有信心 虽然价钱是贵过一般的本地牌子 不过是物有所值 我喜欢它的份量小小杯 不会吃到太滑 主要的就是 那些料配上一些汤 好入味 面又特别爽口 Ni Sen Dong Bei Kisho Ni 胡冬面 其实我都很久没吃胡冬面了 记得在2000年 酒楼很流行 黑椒牛肉炒胡冬 今天我就要试它了 这个口味 只是在日本零售店 只有得买 而且是14元一碗 Ni Sen 胡冬面好不好吃呢 是一回事 看见它的豆干 我就喜欢了 果然 面和汤都一流 真是值得 UFO 黑椒蟹面 人家说要吃甜酸蟹 就找Fatty Crab 要吃黑椒蟹 就要去新加坡 不过要吃黑椒蟹面 就吃UFO了 我真是很佩服你先 无论它们是出什么快速面的味道 都是有它的特色 这个口味呢 真是很抢手 只是买六口 不算贵 那些面呢 有特别爽口 加上黑椒蟹 一流 妈咪冬蟹面 妈咪是一个本地很成功的零食牌子 它们的Mr.Potato 和Monster Stack 是著名全世界的 我以前都有和它们拍过Dawadak的广告 一直以来 它们想拥有快速面的市场 今天我就试它的冬饮杯 看它的调味料 够不够斑 那些面是很不错 不过那些汤不够酸 又不鲜甜 三阳辣鸡拉面 很奇怪 很多快速面的口味 都是用鸡味来做煮 包括你先世界第一快速面 很简单 鸡味是大众化 而鸡除了猪味是最鲜甜 不过每次用鸡就会悶点 所以三阳就来一个辣鸡味 这个韩国牌子 都配到这个味道很标准 那些辣汤是鲜甜 又惹味 面又弹牙 你先咖喱杯面 一直以来 我吃日本餐 是不吃它们的咖喱 你知道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印度咖喱 那么正 再说日本咖喱又甜又没有椰浆 那这个咖喱杯面又怎样呢 幸好你先的产品是有水平的 看看他们的脱水料 都挺丰富的 有菜 肉类 还有薯仔 猜不到 是好好味 超过我所料